蔡政府近来大力宣扬 减税政绩 但事实呢 蓝营强烈抨击 真相其实是富豪吃肉 老百姓喝汤 蓝营利文拿出财政部提供的最新资料 2018年有减税的合计6,880户 但减税超过1,000万以上有341户 而减税1亿到3亿的大户更有15户 痛皮蔡政府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1,000万以上5% 5,000万以上0.6% 独立极少数的几位 然后普罗大众每一户增加1万多 就把这些人当人肉盾牌 当人海战术在前面 往前推 后面有些人躲在后面 对于蓝营令委指控 税改真相是富豪吃肉 庶民喝汤 财政部发出了声明强调 是因为2018年度所得提升 所以减税效益才会显著 借郭向陈英宣 台北报导